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导游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都知道普贤菩萨是华言三圣之一 是有名的大愿王 也称普贤萨托 普贤大士 普贤如来 遍及士等等 是披鲁侦娜佛的邪士与金刚萨托同体 是佛陀的助理 也是法门的护法 我们也都知道文殊普贤常是并称的 文殊师弟菩萨呢 坐骑是鸡毛狮子 普贤菩萨的坐骑呢 是六牙白相 六牙代表不失 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般若六度 白色代表清净无染 文殊菩萨表示智慧正三德 而普贤菩萨则视线理定行三德 合为解行并重 为什么普贤菩萨的坐骑是大象呢 大象在动物里面走路是快还是慢呢 很慢 大家都知道 可是再慢 他的脚踩下去一定是有脚印的 所以普贤菩萨骑大象代表是佛教的实践精神 就像大象一样 不急不快 但是呢 也不停顿下来 就一直往前走 坚韧不拔 尽管慢 但他不停地在动 哼这个字 用今天的话把它来解读一下 就是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要有毅力 要有韧性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耐力 没有韧性 没有毅力 是很难取得成就的 行动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艰难靠什么克服呢 就是靠不怕苦 不怕累 不退缩 不怀疑 不退转 不怀疑了 你就一定不会退转 再苦再累 心也不会动摇 这才是普贤菩萨的精神 普贤菩萨在阴地修行时 发下十大愿行 所以呢 我们现在修行人呢 也都是遵照普贤十大愿望作为修行目的的 有哪十大愿行 从一者 礼敬诸佛到十者普洁回向里面 最重要的是每一条愿都有这样几句话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艳 这十大愿到底都是在讲什么 一 礼敬诸佛 是人格的尊重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礼敬诸佛就是尊重一切众生的人格 二 称赞如来 是语言的不失 不失 财物 功礼 正义 佛法都有难度 唯有语言的不失最容易做到 佛陀在阴地修行时 就是修习赞叹法门的 所以比弥勒菩萨提早成佛 可见 赞叹他人不失善言的重要性 三 广修供养 是结缘的实践 在修学佛法中 供养父母 师长 三宝 无论任何一种供养 都是最好结缘沟通的管道 就是居住在极乐国土的大众 也要每天早晨起来 各以一格圣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可见供养结缘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 忏悔业障 是生活的反省 众生在日常生活里 身 口 意 三叶经常造下难以弥补的过失 因此需借着做法忏 取向忏 无声忏 来清静身心 如佛在世时 造下忤逆重罪的提布达多 最后也经由忏悔而得救 所以生活中的反省 忏悔是非常重要的 五 随喜功德 是心意的净化 信者学佛要修学播种 以期将来的福田有所收成 但是 集聚功德一定要有欢喜清静的发心 就是一点心意 也可以随手功德 随口功德 随心功德 六 晴转法轮 是真理的传播 佛法是旧事的周行 因此必须常转法轮 利益众生 七 请佛注释 是圣贤的礼遇 请佛注释对人间是非常重要的 八 常随佛学 是智者的追随 所谓进诸者赤 进墨者黑 十大弟子以及一千两百五十位大比丘 都是佛陀的常随众 由于经常跟随佛陀左右 所以宿正圣果 可见追随智者 常随佛学的重要 九 横顺众生 是民意的重视 十 普节回向 是法界的融合 法界要达到融合的境界 必须要回自向他 回世向理 回阴向果 转购慧为清净 转恶世为善法 转邪见为正道 转生灭为祭灭 能到达法界融合的世界 普贤菩萨的大愿 也就圆满了 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 行愿的象征 是实践普贤道的行为典范 以普贤的行愿 加上文书的智慧 就是把行愿和理论 结合在一起 如此则能究竟圆满大乘佛 普贤菩萨是象征大恨 我们读南摩大恨普贤菩萨 在这里呢 这个字为什么要读恨 是因为这几句话 都体现了恨的精神 这个恨在这里 就是作为坚忍坚持 不退缩 永远保持向上的精神状态 这叫大恨 我们一定要知道 普贤菩萨所代表的精神 大恨的精神 凡夫是很难做到的 菩萨是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的 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 普贤菩萨代表的就是 耐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就是普贤精神 所以我们修行念佛也一样 一定要这句佛号 天天不能间断 二六十中都在我们的口中心中 普贤菩萨是静宗 娑婆世界的初祖 为什么呢 世尊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是第一个响应的 在华言会上 你十大愿望最后倒归极乐 所以他是娑婆世界的 静宗初祖 在静宗还有一个比他更早的 就是大势制菩萨 那是法界的初祖 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 华言经上 佛说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原成佛道 佛道就是妙觉果位 为什么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原正妙觉果位呢 因为普贤菩萨代表的就是心包太虚 量周沙界的法门 遍法界虚空界 万事万物 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主法如来 无论有情无情众生 花草树木山河大地 甚至一粒沉沙 都是诸佛如来 都是如来的法身 普贤菩萨都会礼敬 没有一点分别 没有一点怠慢 他这个十大愿望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普贤的这个礼敬 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心量没有这么大 跟普贤菩萨没法比 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是也要努力的学习 尽量缩小差距 先对人 对事 对物 对植物 矿物 虚空法界 一步一步的练习 努力达到 普贤菩萨的境界 所以我们在学佛 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是要学习 佛菩萨的精神 就是要根据 佛陀的教化 真的是要让我们 明理了 就要改过自心 从自己的心 开始做起 不怀疑 不夹杂 一心专念 这一句佛号 可以拯救世界 可以拯救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念佛 成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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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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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